对 很多人来说 跟朋友喝喝酒 放松心情是一大享受 但是喝酒之后千万不能开车 过去几十年来 美国各界虽然不断努力 想要降低酒醉驾驶的死亡事故 但是酒驾死亡事故的数目仍然居高不下 研究人员现在正在致力于开发一些高科技的行车安全配备 希望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琼斯太太在2005年一场酒醉驾驶的车祸中失去了她的小儿子西恩 西恩当时37岁 从那时起 琼斯太太就在起居室摆放西恩的高中毕业找读物私人 西恩从小就有谈天的本事 她最喜欢讲笑话给大家听 西恩和她的朋友车祸当时正在等红灯 没想到一辆酒醉驾驶的车辆以140公里的时速撞上西恩的车 两人当场死亡 隔天早上 两位州警来到我们的门前 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告诉我们 西恩被一名酒醉驾驶给撞死了 那是我此生所经历过最绝望悲痛的一刻 美国每年有将近一万一千人在酒醉驾驶的车祸中死亡 平均每50分钟一人 反酒醉驾驶的活动人士说 交通法规和宣导教育没有起到足够的作用 研究人员正在发展两种看不见的行车安全配备 可以自动侦测驾驶人是否受到酒精的影响 其中一种的使用安全在驾驶盘前方的红外线感应器 可以从驾驶人的呼吸中侦测血液中的酒精浓度 另一种是在方向盘或汽车仪表板上安装触碰式的感应器 可以透过驾驶人的皮肤侦测酒精浓度 有了这两种装置 如果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超过法定标准 车子就无法启动 我的女儿几年前被酒醉驾驶的人撞死 我过去真的相信 只要我出来告诉大家这样的意外事故 对一个家庭会造成怎样的悲剧效果 人们就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但我很快就知道 这样做根本无法对其他人造成影响 威瑟斯是反酒醉驾驶母亲这个组织的负责人 威瑟斯将这些新科技称之为酒醉驾驶的终极疫苗 过去这么多年来 我们推动无数历法 但是都无法终结酒醉驾驶的悲剧 现在有了这些先进的科技 我们真的可以预见 未来不会再有人被这种可怕的悲剧影响 我可以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的来临 真的很高兴 研究人员说 这种新科技可能还需要十年才能毫无瑕疵 但是反酒醉驾驶的活动人士 希望车辆制造商 自愿在每一辆新车中安装这种科技产品 作为标准安全配备 他们说 如果真的可以这样做 酒醉驾驶的死亡事故 最终可以在美国成为历史 永远不再发生 美国挖花筒电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